我国跟范蒂冈的邦交现在浮现了危机 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报道 范蒂冈派出了代表团前往中国大陆 要求两位教廷所承认的主教 要让位给中共所承认的主教 这等于是中国大陆跟范蒂冈之间 对于主教任命的分歧即将要解决 也让台湾跟范蒂冈的关系出现重大危机 台犯邦交出现危机了吗 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22号报道 范蒂冈要求两位教廷认可的主教 让位给大陆选出的人选 对于教廷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对话 还有相关的互动情形都有持续的了解跟掌握 密切注意相关的发展 也随时就相关的情势跟发展做延期 教廷方面也都给我们做必要的简报 大陆认为政党高于宗教 拒绝外国势力介入 因此主教任命协议是中泛外交的最核心议题 大陆天主教长期分裂为地下教会 和中共官方承认的三字爱国教会 双方主教各自任命 这回范蒂冈打算扶正的主教 是詹丝璐和黄炳章 黄炳章还长期担任人大代表 2011年还曾被教廷处罚逐出教会 如今大陆步步紧逼 台湾的外交空间越来越紧缩 两岸关系陷入冰点 台湾的对外关系严峻 中泛关系如果就此波云渐日 就怕也是天主教的中南美友邦 引发骨牌效应 基层级刚才知学 台北报导